相信所有参加过灵鹫山水路法会的功德主 来到法会现场都会被谈成的庄严布置 深深的震慑与感动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角落 都是全场将近两千名志工默默付出的成果 在所有的进场布置中 单次动员人力最多 体力耗费程度破表的 游班大佛当选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由于今年的内坛坛成比往年增高一层 相对增加了大佛安坐的难度 因为除了第一层可以用堆高机辅助抬高之外 其余所有的动作都得靠最原始的人力接驳方式 一层一层的将西方三圣往前推进 不但要顾及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 佛像更是不能受到丝毫的损伤 所以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地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 只见李将军气定神贤 指挥若定 分配好每个人的位置之后 接着传授每个人用力的方式与搬运的技巧 每一句提醒 每一个美港 可说是多年的经验累积而成的智慧结晶 就在这群劳力士的齐心协力之下 不到一个小时就顺利地安坐在15公尺高的弹城上 随后印有宝切印陀尔尼塔的背景布 也在器具的辅助下缓缓地升起 而最受到大家瞩目的天棚 今年则有别于往年的单色设计 而是采用红 绿 白 蓝 黄五种颜色组合而成 李将军说 搬运大佛 吊天蓬布这些事情 绝对不是靠人多 用蛮力就可以完成 技巧之外还需要每个人的用心与耐心 除了大佛的安坐之外 各个区块都有志工菩萨分工合作地在布置坛城 尤其是今年刚搬新家的六小坛 志工们必须打破十几年来的习惯 花更多的巧思来布置出庄严设心的共修区域 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 俗话说 十方人共成十方式 不管场地的改变有多大 相信在这些志工菩萨的用心与努力下 我们都将一起圆满这样名娘两利的普度盛会